因為趁現在Mitsuni在這裡,我們再說一次 看Mitsuni自己,因為就算他看不到訊息 也叫做幫了你的朋友,先了解了 他下次來也好,或者去打兵我們也好 希望都不可以,是,你也知道 那,你現在再說一次 那,你的朋友是... 我再說一次 你現在有空嗎?是否方便? 我現在方便你 好啊,你OK? 是 是,你的朋友是剛剛來香港 是 未到三個月,他還給agency 每個月的錢 就是還要還agency 的錢 是,還給每個月 不知二千多、三千的那些 好,跟著他弄壞了些東西是嗎? 其實他說不是他弄壞 是,那補身那些丁飯波已經壞了 是 那他的顧著說那些丁飯波被他精爛了 是 要買三丁飯波 是 是 那他出了糧了,出了糧了 帶他去 那些丁飯波 那些丁飯波 那些丁飯波,那些丁飯波,那些丁飯波 那些丁飯波,那些1180元 是,但是正常我們知道 那些丁飯波都300元,500元都已經有了 不理正常多少錢 但是一般姐姐就算做錯事,或者弄壞些什麼 最多都是罰300元而已 所以我給這麼多,每個月,對不對? 對,我看到你跟我說他被人罰了1180元 只是那個電飯波 只是電飯波 然後有其他,是 100元他說要弄那些電池 不知道 可能插數,或者是什麼 哦,就是長身插數那些電池 濕了,或者焦了,或者壞了 然後要找人來弄 300元那個呢 是的,300元那個是給師傅製 哦 那些師傅都是要他付錢 即是連家裡壞了的東西都要他付 要找人來弄都要他負責 是 其實這個是1500元 是 500多元是 要付 然後他之前 不是之前 鑑在那裡查物 他照顧小朋友 是 那些小朋友呢 他說 踢了他的門 或者什麼 然後要 他賠100元 為什麼小朋友踢到門 要他賠錢呢? 那些門難 就是他 但是他小朋友踢難的哦 但是他說 是他負責小朋友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貴方流品 在香港 是 但是 如果這樣 其實他們明顯是欺負姐姐 剛剛來香港 什麼都不懂 我覺得是 因為他第一次給 老闆扣錢 即是100元 50元 已經這麼多次了 是 即是他做錯 即是有時候不是他做錯事 但他經常都說是姐姐做錯 是啊 是啊 明白 而且他的老闆已經寫著 即是有些 schedule 如果賠難些東西 或者什麼 你都要求錢 但是 你已經寫著 但是如果 可能你朋友不知道 其實來香港做事 香港是給了很多福利 不是叫福利 很多保護姐姐的措施 例如你去其他地方做事 你可能未必一個星期有假放的 是不是 是啊 你來香港這裏做事 其實他可以每個星期最少放一天 然後 然後 就算弄壞東西 弄壞個很貴的很多錢 最多只可以罰300元 是啊 但是他現在這樣 好像是 什麼都要收他的錢 我覺得 有些是嚴重過份的 是啊 我跟他說 你剛剛來 你還給銀行那些 你賺少少錢 然後他經常扣你的錢 你怎麼有錢 是啊 是啊 就是上班就是為了給錢的僱主 但是僱主又要繼續用他 是啊 然後我說 你有沒有跟你agency 說 然後他說 我已經問了agency 就是問 其實他可以怎樣做 然後agency 罵他 其實你想做不做事 你想做事 你給錢老闆 他叫你做什麼 就罵他 就是 no give any solution 明白 就是反而還叫他 你屈服 你給錢 給錢就可以留在這裏 當然不是 你回家 但是他就是這樣 欺負他 就是其實 就是 你繼續說 是 叫他回家 但是其實很多 就是這樣欺負他 要回家 但是你知道 他 有些有些姐姐 是很想 很想來 有些姐姐是 回家賺錢 是 是 但是他 他說 我怕犯人 因為我過來要賺錢 但是 但是我不想犯人 然後我跟他說 你過來想賺錢 但是如果你天天要求錢 你哪有錢 我這樣說 是 所以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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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都明白 他 他公司介紹 份工給他 但是公司又這樣 嚇他 對 嚇他 你不記得是不做 要不就回家 要不就繼續付錢 對 然後誰知道 想找到領事館 領事館又說幫不到 不是幫不到 就是沒什麼 沒什麼 回答他 直接是沒有 feedback 是啊 沒有 feedback 明白 然後沒有選擇 唯有打來找 Misuni 然後 誰知道Misuni的電話 我經常聽不到 然後 幸好 幸好 現在有個特殊通道 哥哥可以打尖 哈哈 是啊 幸好我又可以回到你 是啊 那不要緊的 其實 我們都明白 市面上 真的很多 公司 經常都會 說 你聽僱主話 僱主說什麼 你就聽 你想上班 你想賺錢 就要聽僱主說 但其實 姐姐 其實這樣很慘 她來香港 其實這樣不行 當然 來香港花這麼多錢 還要還錢 她來香港為了養家 我不管 總之很多原因 一定要寄錢回家 一定不少的 但是 她錢都沒寄到回家 已經被人扣了錢 是啊 那她 我害怕 她現在這樣聽她的老闆說 是這樣給老闆求錢 我害怕 next time next time next time 都會這樣 我不想她這樣 我明白 所以 是啊 但是她又怕自己 剛剛來香港 做事都未夠一年 是啊 但是如果每個月要求錢 求錢 可能今個月 一千百萬 下個月 最價五百萬 然後最後一個月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的朋友 你那個朋友 有沒有 譬如拍照 或者錄音 或者證明僱主這樣對她 我跟她說 如果你下個月 你準備 叫你老闆 給你 叫她證明我 是啊 是啊 因為 好老實說 因為 就算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領事館 領事館都會說 你說你被人罰錢 但是你又沒有證據 有什麼 是啊 是啊 是的 我們知道她會被人欺騙 被人欺騙 但是 嗯 我們都要有證據 我們不可以這樣說 那個姐姐被人欺騙 是啊 我們可以跟那個姐姐聊天 起碼知道她有這件事 我們可以嘗試 再看看 怎樣令到她自己 保護自己 起碼要 嗯 是的 你可以看看你的朋友 什麼時候有空 你叫她親自打來 給我也可以 或者WhatsApp了我才可以 所以我們盡量 打尖和Mitsuni 報告 怎樣去追蹤這個 嗯 好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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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 她有空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其實都沒有問題 最重要 叫她先去 其實 其實Mitsuni 沒有休息的 每天都 每天都在聽你們的電話 就是 總之姐姐打來 我也明白 除非她每天 因為她被人申請 要一小時休息 因為她昨晚 暈倒了 在床上不舒服 啊 因為她自己 由早6點起床 聽電話 聽電話 一直到晚上 其實 其實 如果可以說 是可以放人 但你都要 看著自己的身體 是的 所以 所以 現在 規定了她 下午一定要休息 不管她 十分鐘 半個小時 所以 如果真的很緊急 大家都可以 WhatsApp我 雖然我不會聽 但我會看 看完 可以 screenshot 看完 她會逐個打電話 或者逐個回覆 對 這樣 所以你可以 跟你的朋友說 她什麼時候有空 什麼時候方便 你便打給我 或者WhatsApp我 我知道她這樣的情況 不是每天可以聽電話 看看可不可以 叫Miss Uni 這個緊急 打給她 這樣 嗯嗯 好 謝謝你 好 拜拜 謝謝 不用客氣 拜拜 那你明白 發生什麼事嗎 Miss Uni 其實很多人 剛剛來 來香港做事 真的很慘 是 有很多姐姐 這麼辛苦來到香港 但是她其實來香港 說 就說 interview 等機會 等僱主 選中她 嗯 但是其實選完中之後 那些才是start 嗯嗯嗯 我聽她這樣說 她的公司 要她每個月還2000 雖然我不知道 2000元印尼錢 一定是2000元 香港錢 是啊 她 人工一個月 4730 嗯 但是她每個月 要這樣還錢 一開 一上班 第一個月出來 已經沒有了 三分一了 是 就剩下2000多 3000元 嗯 現在說 不幸運 弄壞了東西 僱主和她逐樣計數 嗯 這個又說壞了 又要她付錢 那樣壞了又說要賠錢 嗯 人家政府 都是說300元而已 但是她現在一開 就說 還要選個漂亮的臉盤鍋 1180元 我家都是用百多元 哈哈 小小的 對吧 所以你 你知道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經常跟你聊 你經常聽故事 那個情況 我是 我上班經常聽故事 怎樣說 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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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那些姐姐怎樣 不會做事 但是 相反如果姐姐做錯事 你們會怎樣 對她 有些可能是特別的 有些可能是 我有跟姐姐說 嗯 那大家要溝通 那現在的問題是公司 是啊 很多公司不來 所以為什麼呢 馬面不信任去公司 很多人呢 我們都 個個都說 我們是 那個僱主問你是誰 是不是公司 我說 我也不知道怎樣回答 我也不是公司 因為多數這個東西 是公司做事 還有呢 其實我們就好像社會福利署那些 可以這樣說 我有些 我家很慘啊 我沒有地方住啊 我可不可以申請啊 有沒有地方先住啊 其實香港人都很多這樣找 是 但問題呢 我們都不收引錢 但是重點是 印尼姐姐來到香港 是 難道隨便敲個門 有人幫她什麼 不會的 不會的 是啊是啊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不是要 我們不是賺錢 這些很老實講 辛苦的 我聽你們說不開心 你們怎樣 所以會影響 影響你自己的情緒問題 是 會的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要 那個目的呢 明天說 老爸都說了 喂 幫人都幫人 自己都要休息 所以我知道 我錯了 所以不膽敢 所以唯有 如果那個姐姐懂得講中文 她不介意 花那麼多時間跟我說的 我當然 盡量幫你聽 這樣一點 是啊 是啊 所以為什麼媽媽不是說不相信 聽 因為一天一百個人 打電話 是 你明白嗎 一百個人 你見到的WhatsApp有多少 不知道 有多少個 你的WhatsApp有很多 最多 最多 遇到的 都差不多 差不多幾百 幾百 二百 所以大家 如果有問題 我們可以 打來找我 如果遇到你 聽不到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我們希望她的朋友 可以快點找我們幫忙 拜拜 拜拜 都